雷洛梅干纳旅行 旁边居然是一辆标准的B级车 雷洛塔利斯曼 而且是个三香版的 简直是稀有中的稀有 这个车已经停产了 太神奇了 脸亮雷洛 看看今天的天气多好 这个天气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这种纯粹的蓝天 还有这种阳光 但今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早上只有-5度 现在都已经到中午了 这车顶上面还有好多霜 看 我的天哪 这是霜 气温得多低 然后阴凉地 这些草上面还有很多霜 太冷了 我现在中午走走路 感觉好冷 动手 浑身都凉透了 但是这天气是真好 远远看到一辆黄色的小狮子 208 那还有一辆208 旁边是一辆308 然后再又出现一辆508SW 太多太多人喜欢这个车了 后面还有一辆5008 看一下它的性感的大屁股 旅行车瓦罐的大屁股 这是一个混动版本的 好脏啊 因为最近这种天气 经常有那种小雨 又是接霜 那种阴沉沉的湿度特别大 今天是真冷啊 远处这个草地上面都是霜 你看这车子上面的霜 都没化了 阴凉地 我现在用手拿着 简直冻死了 再又是辆大笔加索 那一辆大笔加索 好多啊 那又是一辆5008 那一辆大笔加索 三辆啊 然后还有一辆是雷洛的梅干纳旅行 这个是一辆全新的CHR 好新啊 称量 这个是雷克萨斯RC300 不认识 我对这种品牌不太认识 再又是一辆大笔加索 它的旁边还是 就是这样的存在 当年的笔加索 这个是这款车 可惜已经绝代了 停产了 以后再也没有MPV了 又看到一辆 难得一件的三项车 标准三项车 这是马六的三项版的 旁边是一辆老的斯格达明锐 这边居然是一辆308SW 就我说的 现在这个308SW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了 能见度越来越高了 这款车毕竟是走量车型 上一代简直就卖疯了 上一代的旅行版 又看到一辆混动版的508SW 这个混动版的一般 这是1.6T的 功率比较大 双排技管的 看起来好威猛 这边还有点亮升级的小车 标志108 和比亚迪C1 都是A00级的小车 旁边是雪铁龙的大号的VAN 这辆是标志206SW 上面有旅行架 车身比较长 这个206这一代 还是已经入过国内的 当时的个小车 万物接口旅行版 在欧洲当时 那个年代 刚才是旅行 这个是标准的脸乡版 就是当年已经入过国内的 和雪带龙 那个C1还是CR 这个属于兄弟车了 C1 应该C2 对 C3就大一号了 感觉 206SW之后 这个就是207了 207再更新 就变成208 然后就绑定到208上面了 不会变成209了 这个就是老C3 比较老的C3 现在我都迷惑住了 C1 C2 C2这个车型已经不存在了 那C3才和208 你看 206 207 208 他们两个是一个级别的 这C1 C2都让人迷惑住了突然 这个特殊蓝的大比加索 比较好看哦 最后一代 这个旁边还有一辆 那辆蓝的就在它的正后方 能看到吧 这两辆都是这个蓝色的 这是我走了一大圈以后 回到我们公司的停车场了 这还有一辆 这辆大比加速停在这阴凉地 看着阴凉地多冷吧 现在已经是中午快一点的时间了 然后整个车子上面全是霜啊 全是霜啊 包括这个前锋挡 这辆车就没螺窝呀 你看 太冷了 这个洞的感觉 劈了一层白霜 这辆是宝马的纯电IX 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就叫IX 因为我对这个BBA的大一纯电车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研究啊 看着好霸气啊 不过现在宝马的新家族这个双胜 我是非常的接受不了 这些都是传统的插混的 走了一大圈 回到起点了 我的车这儿了 我的小红旁边停了一辆C3R Cross C3R Cross的前身就是C3比加索 我这个是C4比加索 我的车挺搞笑的 当时买的二手的嘛 屁股上面所有的logo全部被抠掉了 就是那个字样 C4比加索来几个字 只有那个双人字标 嗯